今天新增24例 其中花蓮市奥斯卡美式餐厅 传播链持续延烧 包含餐厅顾客 助创歌手和老板娘等 18人相继染疫 统计这家餐厅 8天内就已经累计 多达45人染疫 宜兰今天则是新增6例 其中有5例是跟舞蹈教室 传播链有关 有学生一家4口 就有3人都染疫 奥斯卡纯治案 染电持续延烧 白亥花蓮再新增24例 其中有18例都是奥斯卡餐酒馆 衍生的确诊个案 包括餐酒馆的员工 助创歌手 顾客 以及顾客的家人全都染疫 累计至今已经有45例 这些确诊者几乎都是在 4月1号到4月3号的期间 到奥斯卡餐酒馆上班或是用餐 民众很怕疫情会越扩越大 你会担心就是他越扩散越大 也是会啊 就像那个慈激医院这样啊 慈激医院一报再报 令人担心的是 确诊的助创女歌手案26294 CT值只有19.3 病毒量高 4月3号被感染 隔天凌晨又到潮霸铸唱 病毒恐怕已经扩散 无计有重叠 在奥斯卡或者是7-11 或是你有收到细胞简讯的通知 一定要到这个布花来做这个筛检 另外在宜兰今天新增6例 其中有5例都跟5道教室传播链有关 时尚的家人先后确诊 其中按26076的哥哥和妈妈都染疫 而且CT值非常低 分别为11.2和12.5 一家四口就有三人染疫 除此之外 宜兰还新增一例感染人不明个案 这个个案可能是回到外县市 因为据我们了解 他回去的时候曾经到台北车站 那好像又待了一段时间再回到高雄 宜兰花莲疫情一爆再爆 染炼疯狂延烧 夜店POP脱罩用餐 民众夜里嗨翻 病毒也伺机而入 记者林医生刘己焦 宜兰花莲报导